你可能无法相信 马斯克的双重火箭回收又出现了 极为罕见的画面曝光 SpaceX今天仅间隔一个小时就发射了两次火箭 一次超重型猎鹰火箭执行太空飞机神秘任务 一次星链发射任务 在超重型猎鹰火箭发射后 火箭返回地面时 有航天爱好者派到了双重火箭回收的罕见画面 两枚无手火箭在空中产生的气流 就像海洋中的水母一样灿烂 其实这是猎鹰火箭在不断的反推力刹车 直到快要到达地面的时候 从一万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杀到时速为零 简直太疯狂 能把火箭杀住车 也只有马斯克一家才能做到 两枚火箭分别完成了SpaceX的第257次 和258次火箭垂直回收 连续火箭回收成功第183次 第184次 重型猎鹰火箭的双重火箭回收是极为少见的 今年只能看到5次 一共实现了8次 未来双重火箭回收也将成为常态 今年SpaceX的发射次数 如果加上星舰两次试飞的话 已经来到了98次 SpaceX预告本月31号 还有一次星链发射任务 马斯克今年能否实现100次发射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